慢慢加了 那我現在只是把大部的結構先跟各位做解說這樣子 我在分享具體下有放那個體態的參考跟肌肉的部線這樣子 你可以看一下人家是怎麼部的 像這個就還蠻明確的 這首先你可以看到如果從背後這個後腦槽這個地方 你的頸動脈這個地方下來會有一個很大的肌肉 然後再來這邊會有一個肩膀的肌肉 繩帽肌OK 然後這個地方下來這邊會有一個肌肉 這個這兩塊是接近的 所以你看你要不要再刻一條線 不刻的話這也可以一會連下來 然後再從這邊連過來一塊 連過來一塊 這邊就是這邊就比較還好 比較這邊就是比較小的比較不重要 再來就是直接連到下面的屁股 這樣子 你能夠理解這種結構的話 你只要能夠分出這種結構 畫出來其實就很有說服力了 好 那 你就到圖片上面來 它沒有的你就自己試著加看看 一樣WOX 做來做去多那幾招 WOX 從這邊下去 如果你覺得你光這樣子看 沒有什麼感覺的話 你可以用Image Browser 我上次有講過 Image Browser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開圖片 那我到我的桌面 到User這個地方找我的桌面 然後我剛剛是體態參考 還是肌肉男 開啟這個肌肉男的圖片 比如說我就去找 哪一張圖片比較接近我的背後的 這個太簡單了 這個也可以 浩克這個應該沒有背面 那就從這種 你就直接選到這種圖 從Image Browser找到這個圖之後 這邊可以把它放在Image Plane 應該是放在攝影機這個地方 Image Plane給它按一下 這樣子 那你再回到3D View的時候 它就直接在你的背後圖上面 好 那Image View 上次有講過 Image Plane這個地方的圖 你可以把它放到 比較後面 或者是把它變半透明 這個都可以 我是把它放到後面去 然後我再來刻 就照這個圖片下去刻 好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好 肌肉因為都是很大塊的東西 所以其實不用很細的網格 就能夠刻了 稍微平滑掉一點 像這樣就一塊了 就是把肌肉拱出來就對了 然後這邊二頭身帽姬 然後這邊二頭身帽姬 手背的細節 我們到時候會在那個 下一節上課 我們再把它繼續完成 手背跟腳的部分 我們一口氣把它完成 其實都沒有很難 沒錯吧 兩邊都有刻 好 然後從這邊再下來 這一塊基本上跟這一塊是接近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兩塊一起塗 塗完了之後再用那個 雕刻把它刻下去這樣子 這已經最高了 30萬 好像還不夠 可以再加一點點的樣子 好 稍微平滑一點 然後再從這邊把肌肉給它挖出來 所以其實你畫了幾次之後 下這種肌肉會下的很快 就是你畫這種肌肉會很快 因為就只有 其實 你人的肌肉都差不多長這樣 稍微把它刻進去一點 好 像這個地方不夠的 你就只能細分了 我這邊暫時先不細分 我只先把大部的結構 先給它尻出來這樣子 好 Wax 然後這邊 到腋下這邊的肌肉給它拉過來 這邊一坨 好 大概這邊的 基本上我說過 肌肉都是大部分以縮型為主 所以你就以縮型的方式下去思考 好 而且你越去思考這種地方 其實盔甲的結構 或者是機器人的結構 都是依照人類的肌肉結構去延伸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能夠理解人類的肌肉結構的時候 畫盔甲也好 畫機器人也好 都會比較容易上手 好嗎 好 那像這樣基本的就已經有出來 我是故意搞得很誇張啦 那這下面還要不要再加呢 其實從你這個地方腹部 我們剛剛有講過 你的胸部肌肉是大概這樣下去的 其實這邊也是一樣的觀念 它肌肉其實從後面算起來 是從腋下這邊這樣過來 這樣的肌肉這樣子 不過這沒有必要 一定要刻意去畫它 好 這邊就普通 這邊因為是軟的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肌肉 簡單考一下 然後臀部以男性來講的話 是比較方形的 女生的話是比較圓形 而且是比較 女生會比較外闊一點點這樣子 這個是男生跟女生骨盆 本來就有的差異 這個我現在不刻女生 就先不討論女生的部分了 男生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它形狀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就是拿那個Wox 你其實不要把它想太複雜 把它想成胸肌就好了 胸肌的剛剛怎麼刻 你屁股就大概長什麼樣子 把那個臀部的輪廓 主要這個地方的輪廓給它刻出來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主要現在是把這個地方的輪廓給它挺出來 就是男生嘛 男生你把這個地方肌肉挺出來 看起來就是比較挺 然後如果你要做一點肉的話 就是這個臀部下面這個地方你可以墊一點肉 跟胸肌一樣墊一點肉上去 然後再從Sculpt把這個屁股這個地方稍微刻一點凹進去 那肌肉的立體感馬上揪出來 這樣看得懂的意思嗎 其實你知道我看我這樣尻一尻 其實不用十分鐘就尻的差不多了 當然這個是因為熟練的關係 你如果自己花時間仔細對照的這個東西下去尻 我相信花這個東西不用花很久 等一下給各位的時間 就是請你幫我把這個背部跟正面 我只要你身體的部分 那手腳的部分我們下一次上課再弄就好 好 先不急 好嗎 好 來 先還給各位 然後這邊你試試看